主席大院各位委員 糧食產量是否充足,攸關國家安全 面對我國耕地的逐漸流失 勢必對糧食產能造成影響 根據農委會盤點全國農地的現況 可供糧食生產土地僅69萬公頃 農糧作物用地僅52萬公頃 遠低於國土計畫之規劃 因此關於工廠違法使用農地的狀況 必須以高度謹慎的方式處理 千萬不可輕忽 過去我們在開放申請臨時工廠登記證 但是近期政府卻未能在期限內 有效管理、積極輔導 致使農地違規使用問題意經未解 我想執政黨難辭其咎 本次修法允許未登記工廠可再延展10年 然而違規使用農地工廠之管理輔導 涉及內政部、經濟部、行政院農委會、環保署 等相關機關 絕對不可以像現在的版本這樣 直接就就地合法 因此為落實全面納管 就地輔導 未登記工廠 杜絕農地違規使用 達成農地維護與經濟發展之政策目標 行政院應該要成立專責的匯報機制 同時納入人民團體的參與 明確納入資訊公開與公民訴訟之條款 督促各機關落實執行各項工作 並將辦理情形公告周知 以落實政策目標並且提供民眾檢視 同時維護農地安全 確保國土永續發展 因此國民黨黨團提出在 二十八條之二的修正動議 在行政院層級召開專者的匯報 由行政院長擔任召集人 並且與專家學者 還有民間團體代表 共同組成專者跨部會的溝通機構 一定要把民間的聲音 還有公民團體的聲音 也納進來 並且針對所有匯報的一個討論 應該定期追蹤管考 並且每年與公開資訊觀測站 予以做資訊公開這樣的一個動作 我想農地的維護 還有經濟的發展 一定要透過民間跟政府 雙方權衡 並且納入所有環保團體的這樣的一個考量 才能夠維持國家國土 永續發展與任性規劃的這樣的一個重點 所以希望所有大院的委員可以支持國民黨團 在二十八條之二的提案 在行政院層級的部分 設立一個跨部會的專者匯報 謝謝許委員 下一位請管委員碧林